大熱天 怪手出現在河床上 把河裡的泥土挖起 好讓一旁的抽水機能夠抽到水 供下游的民眾使用 由於河床底部的水有鹹化情形 不能直接抽來用 為了解決問題 立委蔡司印協調國軍六軍團 派海水淡化進水車進駐 抽取鹹化的水做淡化處理 再注入共僚進水場送到民眾家中 水利署後來協調從雙溪下面 直接在抽水源進到這個裡面來 第二個狀況就是透過國軍支援的方式 把下面的水再抽上來 抽上來做一個淨化完之後 因為他要先做這個鹹水的淨化之後 再放到我們的淨水場裡面 這個重點是讓我們增加 共僚淨水場的出水量 共僚淨水場的出水量增加 我們東基隆的市民 才有辦法再不用解決提水的問題 因為他的水壓垢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受到過去一個半月 基隆都沒下雨 導致水情拉緊暴 負責供應中正區和新一區 用水的供僚淨水場 水嚴重不足 除了想辦法增加出水量 也已經協調基隆另一個供水點 新山水庫資源 但由於新山水庫本身水量 只剩下大約一半 加上水壓只能送到平地 因此高地的部分只能先派出水車 現在的狀況是民眾提水很辛苦 我們希望是讓水的輸送有充足的水壓 那這個狀況之下 市民就不用再有去提水的問題 那現在大型的集合式住宅社區 基本上我們透過水公司的資源方式 幫他把水灌到他的水塔裡面去 那就是提供他的用水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帶到幾個 大的集合式住宅社區 去看水公司執行的狀況 蔡詩英還到了信義區美的世界勘察 水車直接透過消防水袋 駐入水源到大水塔勤行 連日來在水公司派出水車 已經讓300噸的大水塔 溢住大量水源 暫時舒緩缺水之苦 這幾天因為陸陸續續來了 六七天的時間了 那這個供水的狀態是 水壓比較不足 供水是有供水 有供水 有水壓不足 能夠說在這個系統方面 在加壓彈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 保持壓力 讓它全部能夠上流程 那這幾天其實我跟總經理在討論的議題 就是說如何讓所有的市民 盡快的恢復到用水 所以我們從兩個方向開始來處理 第一個方向就是在供寮淨水場那邊 如何增加水源 多找水 所以水公司後來我們協調 結果水公司把供寮淨水場的水 叫做雙溪溪 他上了水 透過輸送的方式 儘速收到供寮的南河壩 讓供寮南河壩的水量增多 那這樣他就可以提供增加的出水 第二個就是我們調派國軍的淨水車 在雙溪南河宴的下游的地方 下游的地方 把它的那些水再抽回來 透過淨化處理之後 交給供寮淨水場出水之後 來供應我們東基隆這個區域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透過北水協調的部分 就現在我們感謝自在水共同協調 還有台北自在水處那邊協調 就是把基隆我們東基隆這個區域 東台北的區域裡面 有部分的區域改成由我們的北水來支援 像汐止的部分 像瑞芳的部分 有部分就是改成由這個北水來支援 那這樣子的話 新生水庫或者是我們貢南水 就可以滿足基隆本地為主 那目前這幾件事情都在雙管旗下來做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找出更多的水源出來 所以東台北共同生活圈的水 彼此的資源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我們晚一點的時候 部長會來到基隆 我們會再跟他溝通這件事情 那因為這個涉及到多縣市 多個區域的共同協調 那我相信這個部長來 會來跟大家再來做更好的協調 那如果是這樣之後 我相信至少我們短期間內 這個水的問題能夠解決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說 當然還是要呼籲大家節約用水 因為這幾天的天氣都是非常的晴朗的好天氣 基隆以前很渴望好天氣 但是基隆現在可能希望下個雨台 但是下雨不是下在基隆 我還是要說要下在雙溪共寮的地方才有用 現在主要是在東北橋的共寮都不下雨 所以造成我們這個地方沒有水用 所以我們希望下雨能夠下在主要在共寮那個區域 那大概就這幾件事情 我們會來努力 那我也非常感謝總經理 特別來到這個區域來看 那這就是我之前跟總經理還有我們幾個議員 有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這幾個區域裡面 大型的集合室住宅社區裡面 透過水塔灌水的方式 能夠稍微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都是在管建的末端 那集合室住宅一次用的水很大 這會造成一個狀況是他把水抽掉 他如果沒有把水抽完之後 其他地方就沒水了 所以我們要補各個集合室住宅的水 的確現在目前是在找水源 而安樂淨水場那邊也在失作 也在引流 那增加我們市區的壓力 那以至於讓我們的銅碼加壓站的壓力 可以升高 那提供大概6000噸的水 那其實這樣還是屬於杯水車心 那所以希望我們水公司 以及我們政府單位 可以盡快的盡速的來實施 是否要分區供水 或者是說有其他的一個短型 而且有塑效的一個措施 不然的話現在已經將近一個多禮拜了 那我們非常多的住戶 非常多的居民 大家非常的不滿 都一直沒有水 而我們常講 南部有淹水 北部卻缺水 而我們山下有水 可是山上就大家都無水可用 那這個部分也希望我們市政府 那與水公司還有水利署 那以及我們中央委員這邊 能夠盡力來幫忙 畢竟已經太多天了 我希望我們基隆市政府 跟自然水公司 在這種這麼嚴重缺水的情況之下 要想出實際的方法來解決 那第一個我是建議說 如果真的水源地沒有辦法供水 給我們基隆市民使用的話 那我希望能夠南水北送 那第二個現在正值這個普渡期間 那我也希望我們的林市長 能夠辦一個奇雨的法會 為我們基隆市民祈求上艙 趕快下雨 讓我們天降甘霖 讓我們的基隆市民都有水可以用 因為現在我們信義區 有些路段已經有水來了 那有些地段還是沒有水 但是有水來的其實呢 它的水還是不足於 就是以往我們用的打開水 就是正常的水流 那希望呢 就是可以趕快的分區供水 讓大家都輪流有水可以用這件事情 重寮蘭水壩的這個缺水的一個狀況 那導致我們中間區在信義區 在這兩周 入穴有出穴停水的一個情形 那我想水公司 算是有緊急的應變 來設置水塔以及水車的供應 但是其實這些工作都是緩不济及的 那我想在這邊也要呼籲市政府 應該針對於基隆的用水大戶 不然像是游泳池建政中心 應立即請這一些的場域 那來停止所謂的用水 那我想這樣的用水 雖然會影響到 雖然說會影響到業者的經營 但是民生用水其實 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說市政府能夠 向我們的業者來做一個通知 那讓我們的民眾能夠在即時上面 有水可用 那我想除了幾個我們的用水政策 現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在此也要呼籲我們的市民朋友 還是要節約用水 因為天氣的狀況我們並不可控 那在有限的一個資源當中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得到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節約使用用水 那才可以讓我們的每個人 都有水能夠享用 現在就是說我們也盡量釣渡 我剛才講我們從水源不足的部分 我們現在慢慢找水進來 釣渡水的部分 大概慢慢會改善這個區域 那這個措施我們會持續再去進行 那另外我們也在評估說 是不是我們會跟市政府這邊講 有一些制約的用水 像游泳池用水 洗車場的用水 這個是不是短期間都可以暫時不要去供應 讓民生用水優先 這也是一個方式 蔡司令也呼籲民眾要節約用水 但無論如何 還是希望老天爺賞臉 快點下雨 才能徹底解決水情問題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